日前关山正农会信用部发现的一名前来汇款的民众 疑似遭到了诈骗 而主动联系警方成功阻诈 那么关山警分局分局长就特地前往了农会 张贴阻诈成功的红榜 并且也感谢农会和警方联手成功阻止诈骗 关山警分局的远警接获辖区农会通报 表示有一名富人疑似遭到诈骗 请求警方的协助 警方也立即赶往农会了解状况 经询问后发现 该名蔡姓妇人接到自称是自己职儿的电话 表示因为业务的关系需要资金走转 而蔡姓妇人不宜有他准备汇款时 农会的行员机警发现可疑处 随即通知警方这才成功守护妇人的血汗钱 而关山警分局的分局长也在得知后 亲自率领局内的成员前往农会张贴红榜 感谢农会与警方吸手主诈 本分局为守护民众财产安全 与辖内金融机构及超商等业者达成防诈连线共事 并建立友善通报网 若发现有边讲电话边操作ATM者 神色慌张者 零贵异常提款存款及领取未住民既件人包裹等状况 协助通报分出派出所 以其能够及时拦阻诈骗案件 避免民众遭受损失 关山警分局也呼吁 窃户点击来入不明的讯息以及连结 避免各支招窃 另外若是接到不明的来电或是讯息 可依照防诈三步骤 一听二挂三查证 并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进行查证 以保障自身的财产安全 记者陈吉林关山正报导 上